大家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經知道,這兩天我辦了一個寫短碼的比賽 大家可以用這四個語言,Groovy,Collins,Stella,Closure來參加 在接下來的時間裡頭我會介紹這個比賽,還有一些可以使用的短碼技巧 我叫袁孝安,大家通常都叫我孝安,我大概是GWJUG的固定班底吧 今年也有參加JCcom的球備團隊 我過去有數年的時間都很熱衷於短碼競賽,目前從事於Data相關的工作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說明什麼是Golf的話 我會說就是用盡量少的Call來完成指定的Algorithm 就像高尾鋪球一樣,就是甘數越少越好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呢? 我覺得是說當你面對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選擇使用不同的資料結構演算法 然後要處理重複的執行邏輯 你可能會使用回軒遞回或者是Lease Processing 那你可以決定你要使用某一個方式或者不使用 那透過這個Golf 它可以強迫你去嘗試這些所有的做法 而不僅僅只是找一個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要辦這個活動呢? 大家知道就是我們今天晚上是有一個晚宴的 晚宴會有活動會有DOF 那之前在討論,我們投隊團隊在討論的時候 就有人問我說我可不可以辦一個 關於城市競賽的DOF 但是我想來想去我不知道說這個 到時候要討論什麼東西啊 那我就想說那我來辦一個那個 寫短碼的比賽好了 但是呢,講到用Java寫短碼 要提一下這本書 那裡面有一個章節叫做 Java是不利的語言 有多不利呢? 如果你用Java寫一個Hello World 你要花89個字元 我覺得真的是還蠻不利的啊 那好在呢 我們有一些比較簡潔的JVM語言 就是這四個 那所以我就準備了一些題目 然後自己用四個語言寫完一遍 那我自己是覺得還蠻好玩的 然後有一些意外的收穫 第一個收穫就是這個 我的活動跟議程都有著落 所以我現在也在這邊 那我自己其實本來只有寫過一些Skala 另外三個語言我完全沒有寫過 那在這個練習的這個過程中 我發現這種練習呢 其實非常適合用來練習新的語言 那再來就是 近年來非常流行的Functional Programming 因為它寫起來通常也都比較短 所以也剛好可以藉由這個比賽來練習 那既然決定要辦這個比賽 就需要一個OnlineJR Server 那但是自己寫實在太累了 所以我找了一個現成的 它是Open Source的 那唯一的問題它是用Pearl寫的 那我需要修改它 但是我也不會Pearl 所以我少來得多寫一個語言 那這是實際架起來的畫面 左邊我準備了十個題目 還有一些 上面那些是統計 這是我自己demo的畫面 然後有一些自數統計 如果你們到網址來看的話 會看到目前最新的狀況 然後右邊有一個排行榜 我們之後會根據 會後會根據這個排行榜 送出獎品 那要請大家在註冊的時候 那個email填寫要跟JCcom 註冊用同一個email 這樣我們才可以核對身份 好那這是進入題目的畫面 上面是題目的描述 中間是所有的測值 所有的測值意思就是說 沒有別的隱藏測值了 就是這些測值 然後下面寫Call 選擇語言就可以送出了 送出的畫面長這個樣子 但是你可能送出的時候 它還會在執行中 所以你可能要等幾秒鐘再reference一次 那這邊我要特別說明一下就是 你其實是 你不只可以看到自己的送出 你也可以看到別人寫的結果 那因為我們是蠻鼓勵大家可以去參考 其他人的寫法 那鼓勵你去改進它 甚至是說把這個 從一個語言改寫成另外一個語言 關於執行環境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這四個語言 最新的Stable版本 那只有Cutterling比較特別 就是它是透過Screen Mode來執行 所以你如果要在你自己的環境上 做測試的話 你要答最下面這一行 那接下來是技巧的部分 如果你的程式碼裡頭出現了True 你只要把它改寫成0小於1 你就可以省掉一個資源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常見的技巧 就是如果你要檢查一個Object 是否為Nor 那比較常見的可能是上面這兩個寫法 但是在某些語言當中呢 你可以像是C啊 JavaScript啊還有Groovy 你可以透過兩個Logical Nut來達成相同的效果 一次宣告多個變數在一行 通常也可以省掉幾個資源 那像Groovy這個比較特別的是說 Realize回傳的是一個List 那你可以把每個元素分別 assign給不同的變數 那例如說你的Input只有兩行 你這樣子你的A跟B就會分別是第一行跟第二行 Sscala也類似啦 像3-5的那個是說3跟5分別 assign給A跟B 但是第二個比較特別喔 第二個它是Sscala的一種縮寫 它代表A跟B都assign為0 第三行是reline是一個function 那這個寫法的話reline會執行兩次 一樣第一行會存在A 第二行會存在B OK 在很多的情況下 if這個statement都是可以被消掉的 那其中一種方法就是利用B跟max 這上面 上面是一個那個 這是一個地毀的示範 那所以這是一個算 N個7的倍數是多少的例子 那我會把它改寫成下面Lam檔的狀況 那讓我一步一步的來代表 首先是呢 你只要把function改成Lam檔 你就可以先省掉 關於參數跟回傳值的形態 這就是 這個部分 那再來就是你 如果你宣告完Lam檔 馬上執行 你就可以省掉functionNam的部分 接下來是groovy才特有的 當你的參數只有一個的時候 你的Lam檔可以不用宣告參數 然後會有一個隱含的it可以直接使用 最後是call代表 目前的這個Lam檔 所以你可以直接透過它來避回 這個是 Lazy的一些應用 sequence會將後面的這個function 會一直呼叫 直到它回傳怒吾為止 然後把它包裝成一個 LazyList 那 這樣子的寫法 就可以將所有的input 逐行的 包裝成一個sequence 那你可以在後面接 map,reduce,foreish等等 來逐你所有的input 下面這個是 我又用7的背數的例子 這是一個無窮長的序列 所以你沒有辦法實際的把它建出來 但你可以透過Lazy來定義它 那這個是上面 上半部這個是正一般的用法 就是 對 這個我們就先不在這邊講解 那如果 你在善用那個scala的operator overloading 還有 將function 可以作為參數這兩個特色 你就可以再寫成下面這個更短一點的版本 然後最後是String Interpolation 簡單的說 就是你可以在字串當中 直接使用變數 甚至是呼叫 呼叫 function 那 這整個字串呢 它內容就會是 下面這一行 那 GL and HF 這是一個 我 GL and HF 這是一個層次競賽 叫Top Coder 的一個習慣 大家會在 在那個 比賽前一分鐘 在聊天室以後 祝福大家說 Good luck and have fun 那我在這邊也希望大家這兩天呢 能夠玩得愉快 那以上就是我的簡報 謝謝 謝謝 謝謝小安 有要去問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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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問A 請說 嗯 你在像 我很好奇就是說 如果 有辦法評量說 我程式馬寫的月短跟 因為有些好像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 零小一跟出這種做法 好了 它會 如果 有沒有 就是說 我辦法評量說 它是寫的段 可能會不會效率反而變差 就是用一些 有沒有做過這樣子的 那種 一些整理 我個人覺得 這種把它縮短的過程 大概可以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好的 就是 你可以把你的邏輯 越來越 generalized 然後 這部分可能是好的 那後面當然會有一堆 就是 那種 奇迹 什麼 奇迹引巧 那 例如說把空白消掉 變數改短 這個部分當然是不好的 不過 還好 因為我覺得分得還蠻清楚的 所以 透過這個練習 你還是 關鍵在前面的部分 還有人有問題的嗎 請說 那個 JTC的網站裡面 有 會不會有 JRuby 這個我很猶豫啦 因為 其實像JRuby 跟JGyzen 因為它畢竟 它是別的語言 就是 它是別的語言 在 JPM上的施作 那 而且說真的 如果用Ruby的話 好像有點太強 我自己試完就 那不要 我也想鼓勵大家 試玩一下 新的JB的語言 這樣子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要問問問題嗎 那你打算 像你剛才提到JRuby 那你有沒有打算 把像 架這個站的code 丟出來 然後給大家 加一點 本來就是open source 就是你寫完的東西 會不會給大家 加下去呢 我應該會 貢獻回去 可是有點困難 就是 一小部分可以啦 對 這有點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因為它原本的code 有點舊 那 我改完 我沒辦法 我不太熟 我沒有辦法把它改得很好 對 我可能會給他一些建議 好 那我們謝謝小安